宝贝,又到了跟天父说说话的时间咯! 先安静心,一起来读圣经 今天要看的是箴言第五章一到六节 我儿要留心我智慧的话语 侧耳听我聪明的言词 为要使你谨守谋略,嘴唇保存知识 因为淫妇的嘴滴下蜂蜜 她的口比油更滑 至终却苦似阴沉,快如两刃的刀 她的脚下入死地 她脚步踏住阴间 以致她找不着生命平坦的道 她的路变迁不定 自己还不知道 读了这段经文的警戒 真的要牢记在心 保存自己的生命和平安 现在就跟着妈妈一起来祷告 用光照亮我们内心的天赋 我们要对你献上感恩 为了你提拔我们在耶稣里认识天赋的荣耀 为了你非常喜爱我们 为了我们的心里有主的喜乐 也为了我们能遵守你的话 有光明的未来 请圣灵时不时在细微事上 点请我们可感恩的事 帮助我们保持对主有信心 求主拦截各式各样在我们内心生出的贪念 求主救我们 从会产生对主不忠的事项里逃开 天父 在你面前 祈求你让我和我宝贝 头脑中的想法 口中说出来的话 以及行为态度 再次被你的话洁净 求你扶持我们活出圣灵的信仰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